1月21日,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微生物学系传染病学讲座教授袁国勇表示, 在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或正进入第三波传染, 即在家庭和医院内传染,但目前情况总体可控。 现阶段,香港需做足防御措施,避免出现类似非典的情况。 袁国勇早前曾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高级专家组成员身份到访武汉, 观察了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,并检视防控措施。 他称,本次疫情传播经历了两个阶段,第一波为散发性病例, 病人绝大部分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相关, 第二波则在华南海鲜市场周边社区传播,目前可能正进入第三波。 但现实病例皆与武汉相关,所以总体情况仍可控。 要提前做好防御措施,防止此类病毒在其他地方落地生根, 引发第三、第四波传染。 快速测试方面,袁国勇称, 现实已根据基因排序资料研究出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测试技术, 二至三个小时即可出结果。 该技术已在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五位新型肺炎感染病例上进行测试, 证明有效可行,之后将逐步扩大检测对象。 据悉,香港目前共有117宗怀疑个案, 其中29位病人留院,27位情况稳定,没有确诊个案。 香港特区政府也三管齐下,密切检测怀疑个案, 要求来回武汉的航班乘客填写健康申报表, 加强公立医院应变措施。 1月21日早上,香港特区熟理行政长官张建宗在记者会上表示, 特区政府已达到最高戒备状态。 袁国勇坦言,现实香港的防御措施确实超出实际需要, 但香港曾在2003年非典时期有过惨痛经验, 防御措施多走一步有必要。 其实现在香港自己做的,是做得比那个需要是多了的, 是因为我们有2003年沙士这么惨痛的经验, 是以致我们做的事是比其他地方是行先走先一点的, 也都有人会说,你这样做是多余的,你这样做是过分的, 可能这样看,但你做得当你那个疫情突然间改变, 那个病毒,尤其他突然间有所谓适应性的基因改变的时候呢, 那它可以传得很快的, 那变到那时候你才实施这些炎的措施, 可能也都未必有那么有效, 所以我觉得大家要体谅, 尤其我们知道现在的时候已经进入了春运, 这个春运就是我们基本上中国国家里面的一个人口的大转移, 在这个情况之下呢, 那这个病毒可能会周围走都未必有, 那变成我们有理由呢, 去在这个阶段已经实施一个非常严谨的防疫措施。 针对近几日各地频频出现确诊病例, 袁国庸解释道, 测试剂需要时间研制和测试, 投入使用后集中出现确诊病例不出奇, 就其在武汉所见, 当地防御措施已相当严谨, 透明,符合科学和医学准则, 未觉得有任何隐瞒。